欢迎来到历史课站,我是美丽 在我军历史上诞生了许多著名的经典搭档 紧密配合相得益彰 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成为我军历史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下面我们就来总结一下 我军历史上的四对经典搭档 首先是猪毛 这个称呼起源于井冈山时期 指的就是毛主席与猪老总领导的红四军 简称猪毛红军 那么为什么大家不叫红四军 而是叫猪毛红军呢 这里面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这支部队是毛主席和猪德领导组建的 叫猪毛红军更有代表性 二是当时组建红四军 是中共湘南特委的决定 并不是中央的决定 因此红四军的名声不如猪毛红军更响亮 毕竟这两人领导的企业都是震惊全国的 三世我军历史上其实有好几个红四军 比如贺龙与邝建勋都创建过红四军 所以为了区分开 叫猪毛红军更明确 还有刘邓 这个称呼是在解放战争初期开始的 因为千里挺进大别山让刘邓大军闻名天下 刘邓大军的底子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129师 师长是刘伯承 政委是邓小平 后来刘邓领导的这支部队被改编为禁忌鲁裕野战军 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 都是刘伯承任司令 邓小平任政委 千里挺进大别山 就是刘邓率禁忌鲁裕野战军强赌黄河 拉开了解放战争反攻的序幕 毛主席听完消息后 高兴的对朱德周恩来等人说 刘邓大军为我们反攻开了一个好头啊 从此刘邓大军这个称呼 开始在军中广为流传 刘伯承与邓小平也成为我军一队经典搭档 还有陈肃是指陈毅与肃裕 二人在南昌起义时就相识了 一个是警卫团的指导员 一个是警卫团的班长 后来肃裕跟着朱德和陈毅参加了湘南起义 又登上了井冈山 肃裕优秀的军事才华也引起了陈毅的注意 新四军成立后 二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陈毅担任江南江北两个指挥部总指挥的时候 肃裕都是他的副总指挥 湾南事变后 陈毅担任新四军军长 肃裕担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 一直在陈老总的领导下工作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 陈毅担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兼政委 肃裕担任副司令 陈毅抓全局 肃裕抓军事 两人性格互补 能力互补 谁也离不看谁 从此就有了陈不离宿 宿不离臣的说法 陈宿也成为我军一对经典搭档 最后是林罗 是指林彪与罗如环 二人在井冈山时期就相识 从1930年开始合作 一个任红四军军长 一个任红四军政委 林彪性格倔强孤傲 不善与人相处 而带一支部队 光会打仗是不行的 必须要形成一个团结的整体 才有战斗力 然然林彪在这方面 是有欠缺的 毛主席为了发挥林彪的军事才华 慧眼十珠 让善于做政治工作的罗戎环 去和林彪做搭档 从此两人开始了合作生涯 后来毛主席高兴的说 谁说林彪难缠 罗戎环在四军 不是跟林彪团结的很好吗 全面抗战结束后 中央高瞻远瞩 率先进军东北 资源丰富 工业发达的战略要地 任命林彪为 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 同时 罗戎环也被毛主席点将 再次与林彪合作 当时 罗戎环在山东 长江部队抗战 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派去东北的部队 大多数都是罗戎环带出来的 因此 中央原本想让罗戎环 去东北主持大局 但是罗戎环主动让贤 因为他了解林彪的军事能力 就向中央建议 由林彪担任司令 自己可以辅佐林彪 于是 东北大帝 再次诞生了 林罗这对经典搭档 率领第四野战军 横扫千军如卷席 打下了大半个中国 好了 请不吝点赞 关注历史客栈 王美丽 每天都在